車都登不及,他們一直超優勢 現在十點,天終於快要亮了 慢慢要亮了 那我們現在停在一個超市的前面 叫做Prisma Torino 還沒到瑞典耶 還沒到瑞典,我都快嚇壞 因為白白的很難看到路 望遠望過去全都是白的 都是白白的 這個超市很大耶 好,我們去超市走走 我們現在來這個商店逛逛 休息一下 好緊繃喔 真的很難開耶 你看到這邊全部都是白的 你認不出來路在哪裡 就只能看那個指標 然後開在路上那個分隔的線啊 全部都是被白色的雪給遮著 對 根本看不到 然後就只能看人家開過的那個路 就是車的痕跡 而且有時候開一開 你的方向盤會覺得好像被晃很像 應該就有一點滑 有一點滑感覺 那其實就像是開到一半被風吹的那種感覺 哇 你看它這裡的超市就是賣很多雪上的活動 像這個冰上去棍球耶 然後腳踏車就是賣這種 雪胎 欸 一定要有這種顆粒狀的 你看這個愛迪達的 蠻好看的啊 這就符合這裡天氣的鞋子耶 這裡超市鞋子都是雪靴 對啊都適合在雪地裡走的鞋子 而且也都蠻好看的 你看像這種也蠻好看的啊 其實有特地在台灣嘛 可是也是要有安排到超市 或者是大間的這種超市才可以買得到啦 不然就是市區有 市區的就可能比較貴一點 都蠻好看的 市區都是有品牌的 所以其實如果說要來這邊的話 第一站可以先來找這種大型的超市 就可以來買一下自己有沒有燒什麼東西 這邊呢 就是自己去量說這個東西多重 然後它上面會有寫號碼 到這個棒車上面呢 就自己按這個號碼 它就會直接帶入 它現在多少錢 我這個1.3億歐也蠻便宜的 你看這個 從世界最南端 跑到世界最北端的奇異活 呵呵 做巴巴的 它這裡也有賣很多的露營的用品耶 這裡很適合攀岩 你看看這個是這邊的牌 然後我們剛剛在停車場也看到幾台露營車 這麼冷耶 這裡有登山障 喔喔跟滑雪庫耶 哇這裡很多保暖的用品 看來來這種地方 欸小狐狸耶 84.95 這小狐狸在超市就可以買了 很方便 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再繼續出發 那這個地方呢它是接近Torino 那Torino呢是在芬蘭 Torino隔壁就是瑞典了 那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叫雙子城鎮 就是在芬蘭跟瑞典中間有兩個城鎮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到瑞典 喔剛剛邊境的鑰匙 過了邊境你就看到一個IKEA 對 邊境到瑞典就是IKEA 我們現在開到了瑞典這邊 那我們這一次的走法呢 是會從剛剛那個聖誕老人村 然後到瑞典 我們今天晚上會住在一個叫做阿爾維森遙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在瑞典的一個小鎮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會去到Lofoten Island那邊 那是在挪威 之後呢我們再從挪威 挽回芬蘭 這樣子 會想要這樣走呢 是因為我想要去Lofoten Island 一個這個地方 所以就想要去一個叫做阿比斯庫的 那個國家公園這樣子 然後我又不想要走回頭路 我想要這樣繞一圈 還有一個點呢 是因為我不想要A點租B點環 所以我才決定從芬蘭的聖誕老人村那邊租車 然後繞一圈 然後回到芬蘭的聖誕老人村那邊 這樣子 旁邊也都是聖誕老人村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休息山休息一下 然後這邊就有特斯拉充電站 而且很多人開特斯拉耶 對 來看這裡的休息站有什麼東西 欸? 這是一間餐廳 這裡餐廳 然後這裡就是便利商店之類的東西 就是加油站的消息 然後那邊還有Hotel之類的 然後現在幾點了 十二點了 十二點了 然後現在幾點了 十二點了 一點零七分 一點零七天又要黑了 我從天黑開到天亮 然後再從天亮開到天黑 哇 好冷 還有懷疑人生 然後現在-14度 然後又再下雪了 現在才中午 欸你看我這個結冰了耶 我們後面的水這個結冰了耶 那上面會不會結冰 倒一瓶水看看 再來 好啦我們現在到了我們今天晚上要過夜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阿爾維斯瑤爾 英文我不會念 這裡就是有一個小鎮 對這裡是個可以滑雪的小鎮 然後也是滿熱鬧的 有賣一些吃的 然後跟逛街的地方 這個是Corp 歐洲好朋友 都是大超市 我們之前去德國瑞士的時候 也是很常逛這個Corp 然後我們開了六個多小時 其實我覺得我是沒有把距離抓得很長 只是因為下雪天路況不熟 然後真的是不好開 對 而且沒有很常在雪地 欸下雪了 對啊能見度又不是很好 然後太陽又很快下山 就覺得阿 都好累 對所以就開慢慢的這樣子 其實這裡的車子其實都開滿快的 都要一直超越我 可是如果是以他們的速度來說 其實應該四個小時 可能就到了 對 因為我們開的時候就是覺得 欸全部都一片白阿 有時候就看不清楚路阿 對不對 我們就會一直在休息站休息阿 或是在加油站休息一下 然後開得很緊繃 對 你幾乎每一個休息站都休息 晚餐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 我已經有點搞不清楚 我們現在是要吃晚餐還是吃重餐了 今天才兩點半 壽司店 走 好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我們現在來吃這一間 熟悉的店 然後他的菜單就是有一些丼飯阿 還有這一種加州捲類的 我們點這個是甜不辣卷 這個是價錢 餐飲三差不多 對 還有免費的味噌湯 這個加州捲裡面有一隻 蝦子 然後有酪梨 然後還有配這個紅醬白醬 這加州捲可以嗎 可以 會覺得有免費的餐盒可以 嗯嗯 我們剛經過很多店阿 想說那些店怎麼都沒有人阿 結果發現 欸三點根本不是 午餐或晚餐的時間阿 嗯 看看會不會我在吃晚餐阿 現在才幾點 三點 這裡的小朋友都不是用豚船 都是用雪椒 我剛剛看到有幾個路人 他們去買菜也是用雪椒 對一種推的喔 很酷 很可愛 然後吃完飯呢我們來這裡 在對面而已 這個是他們的Information Center 然後跟電影院跟書局的一個地方 很可愛耶 這可以自己玩嗎 欸你上去一下 不能推 它這外面好漂亮喔 然後還有小朋友在這裡玩雪椒耶 先進去看看 看看它的裝飾 漂亮的裝飾也只能適合在這裡耶 嗯 對不對 它這裡也有這個雪板耶 這裡像是 喔 溜冰的 Rental的嗎 溜冰的 對 它剛才在那邊溜冰 進去看看好了 書店阿 哇 我們第一個景點是逛書店 你看看 哈囉 如果你想要跳舞 對 對 像這個 剛剛圖書館的人員還給我們一個地 然後他說外面這個都可以玩 通通是免費的 然後他說這裡的溜冰鞋是小孩 那如果我們穿得下也可以穿 但是要戴安全帽這樣子 快點快點快 來玩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哇好冷喔 欸你又要戴手套啊 欸小孩都比你勇敢 哈哈 哈哈 還說 就是 剛剛不是有一點愛嗎 對不對 欸怎麼控制啊 你現在要翻倒了 不好玩也不會翻倒啦 對啦不會翻倒啦 這就是 北歐小朋友的溜冰 對 換我 我要玩那個 我們來換一下玩一下這一個 哇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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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進來的一個教堂 好暗喔 哈哈 真的很美耶 在剛剛我們玩那個溜滑梯旁邊呢 這裡有一個教堂 是在這邊的當地的一個教堂 很可愛耶 嗯 哇很好很厲害 我們現在拍什麼都不清楚耶 嘿嘿 太暗了 現在時間是3點48分 這個小房子呢 在剛剛的教堂旁邊 這也是個景點 它這個地方叫做賽米村 它這是個24小時的景點 小小的像是合掌村的一個感覺 對 我覺得這裡有點像是在蘭嶼的那個什麼村落啊 嗯 那種感覺 嗯 當地的房子 欸那邊的房子更低耶 都穿到屋頂 呵呵 對啊 這是不是跟蘭嶼的那個設計一樣啊 你小心不要走一走掉下去啊 它這個賽米村落啊 它這個是在歐洲北部的一個古老民族 他們一樣也有他們自己的傳統服飾 然後講他們自己的語言 那他們吃鹿肉 然後 還有松鼠肉 他們把鹿肉跟松鼠肉灌成香腸 然後把狐狸當成寵物 然後一樣用巡鹿呢 當雪橋 那是他們的交通工具 這薩米族呢 它主要就是 生活在瑞典、芬蘭、挪威的北部 其實就是我們這次要走的這個地方 就住在這裡 對 所以這是他們原住民的部落 我手快接閉了 那我們今天晚上住的是這一間Lumi Guest層 然後它是自住Check-in 對 這個我們是在Airbnb上面訂的 那我看Airbnb好像比較便宜 然後我們抵達的時候呢 他就會跟我們說我們的密碼是多少 在這邊輸入密碼之後呢 門就會開了 每次住住這種自住Check-in 都很像是在 看小偷是不是 都很像密室偷偷的關卡 這裡要你的名字 5號房 嗯 這很像在玩密室偷多耶 往上來找我們的房間 他說在一樓 但是在下面 會不會樓上是ground floor 這樓才是一樓 那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晚上住的房間 謝謝 兩個小單人床 嗯 這好像是按摩的房間喔 那我們兩個人住這樣子一間是2500左右 我們這間的衛浴是共用的 在旁邊那邊 還不錯啊 對 空間蠻大的 老闆娘是薩米人 是喔 嗯 外面還有一個餐桌啊 可以在這裡共用 算是交易廳類的地方 對 然後它這裡的廚房 它的東西都可以吃 咖啡 茶 然後它這裡有一組廚房 然後裡面還有一組廚房 嗯 還有桑拿 桑拿房就是在這裡 對 然後它是 第一個小時是200塊 一塊 在下一個小時就是再加50塊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廁所 這裡是廁所在洗澡 另外一間廁所在洗澡的 雞腿24.53 買什麼 買 Trac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